张朵呀 不是二姨说你 你念书念傻了 你咋事事都有着媳妇呢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你媳妇手里 你怎么这么怕她呢 什么怕谁怕谁不怕谁呢 谁 谁看你 这这时候了 爸你怎么还能往这上想呢 行行行行 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我着急找我妈 你们谁都别去了 再丢一个 我更闹听了 预ernt tropical Doo ώ 送坊 总编要走 做决定了吗 做了 看屋正常出版 喂 喂 瞻� robbery 小彭 主编 一会儿把门锁上啊 您回家了 您早点回去吧 那蓝色那边怎么办了 听天由命吧 我累死我了 你看 他好像上了三十一路公交车 好像看不太轻啊 谢谢你了啊 不客气 来 宋主编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如果对刊物考虑 发表一份道歉声明的话 我可以说服我公司 把律师信和媒体声明也撤回来 您觉得呢 你现在跟我谈价钱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说都没用了 宋主编 您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 宋主任 不用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 其实都是有利的 你 你们都没睡呢 你们都没睡呢 妈人呢 你还知道这事啊 我心里不知道呢 张朵呢 张朵找他妈去了嘛 妈也真是的 她出门怎么不带电话呢 我姐呀 她压根就没合计 这辈子她还能出这么远的门 一辈子 一辈子在农村哪 胆小怕事 不认路 李家超过十里地就迷幽了 今儿怎么跑出去了呢 她为谁呀 还不都因为你呀 我 我 你不让这刀活了吗 赶着妈给你磨刀去 不磨刀能丢吗 不丢刀能丢他吗 阿姨 这话不能这么说 刀是活了 那是事实 我是埋怨过 但 那是针对刀啊 我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也没让妈去磨刀啊 是是是 别 别想你了 别想你了 没事 咱们该睡觉睡觉 没事 咱们睡觉吧 你睡觉去吧 丢丢了吧 隔着阿姨还 起到啪啪夜干活 也看不上 废人呗 不是 妈丢了我也很着急 但是这件事 不能够怪到我头上吧 岳童也没说怪你 但是 有时候你也太磨刀了 你知道吗 你说一个道具 这么一个小伙 你至于磨磨磨磨 今早上起来 你都开始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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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直升了 我直升可能 行了姐夫别说了 直升可能就没这事了 没直升结果人丢了 这是干啥呢 干啥呢 干嘛呢 你看看你媳妇翻天了 咋回事啊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把我放眼里还罢了 连你爸他都不放在眼里 瞧不起你爸 瞧不起老张去 瞧不起你 这啥晚上啊 我们都在这坐他睡觉去了 你就这么教的啊 二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爸 这都啥时候了 我妈人都没了 你们还有些人在家里操着操操 那当老人家不到压事 还问你搅事 干啥呀这是啊 你回来教育我来了啊 你妈丢了我不着急吗 你装装什么好业啊你 我凭你们都着急 但我怎么办呢 北京我也不熟悉 我要出去 拐弯拐酒弯我要丢了呢 你赶紧给我买票 我回农村 就你这破地坑我一天不待就待 还不让你媳妇给你爸赔礼啊 不用他道歉 用不了他道歉 你必须得赔礼道歉 不争这个妈的争个这口气呢 你从这身子出入你 行了 跟我买票回家 我叔叔拉不来了 媳妇这 媳妇这混没 混没来 你让娶媳妇忘娘 我爸他不是批评你 也不是指责你 他就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你接受不了的是吗 是不是批评 是不是指责 我能分清楚 我不是三岁小孩 正多 谢谢你 不用你安慰我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懂 冰雪聪明 笔猴都尖 你孙悟空 不是我说什么 你爸他当男子主义也太严重了 还好我不是你们家儿媳妇 要真是 那还不得憋屈死啊 他就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 我了解他 你就当红红的 给他道歉 我理解 但是 我只是接受不了而已 看看婚规第九条 双方不得强迫对方取悦父母 你自己读一下吧 我都能背起来的 看没看第二条 无论佳悦双方 在对方父母面前 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有这么写吗 看看 对呀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时怎么写的 你说我妈都丢了找不着了 现在你先把这事给我平下来 先按下来 忙我 是啊 你妈都失踪了 赶快找你妈去吧 这是大事儿 你爸这边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儿 先紧着要紧的先坐 快 快去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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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继续 这一路公交先找我妈去 就沿着三十一路公交线找我妈去 我就不信找不着 他万一他走三十二路公交 就找着也没有用 咱们家现在家缝统 就找回来也没有用 你不 你不把家缝整顿一下子 找回来有什么用 你看 从你爷那说 你奶奶 怕你爷 你妈 没来一下怕我 到你这一来 你看明显你是怕你喜爱的 现在给你妈拐的 都不怎么听话了 爸 我知道 你对我喜乐有意见 有看法 但我求求你行吗 别和她一样来了 啊 现在找我妈要紧 学悦啊 你走三十二路那条线 你妈妈你走二路 二 不是这是六六路 那 那 那看家吧 我去吧 这都丢了就麻烦了 暗色 你等会儿 你叫谁 我找我儿子 他哪公司的 他就跟这个阿上班啊 就这地方 你儿子叫什么啊 我儿子叫张独 哦 蓝色的 建台 有人找你们公司的张独 吴总 这宋主编 真的是软硬不吃啊 算了 我早就知道 会是这个结局 那斯密斯总裁那边 怎么交代呢 好 就等 总部处理吧 走啊 吴总总监 好消息啊 今天凌晨 故事中刊的宋总编 突然紧急加业 在所有的开户上 加印了这封道歉器 张正师可多亏了你啊 你都快成我偶像了 李总监这张打得太漂亮了 这吴总得好好犒劳犒劳啊 喂 晚上我正在前大队楼 定个包剑 我请李总监吃饭 好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点什么 好不好 吴总 这么好的机会 能担请李总监一个人哪 我们也得去啊是不是 是呀 这很有奔法 对 都去 定一个大包剑 开一个情供会 好 吴总监 前台有位老太太要找您 说是您的婆婆 婆婆 一定是搞错了 我去看一下 好了好了 散了吧散了吧 干活了干活了啊 到点了 吴总 吴总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 想跟你聊聊呢 咱们去您办公室啊 还是 这怎么回事啊 咱们借一步说话 咱们借一步说话 阿姨啊 你喝水 谢谢你啊姑娘 没事你就出去吧 行好 那阿姨你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这丫头多好 这公司里的网好人多呀 爸 麟子快快快快 快来 来 什么情况 那个人真的是 总监的婆婆 又疼妈 又疼你逐不定送过人家 听说是张夺的妈 李总监的婆婆 是吗 你还别说 有时候这小道消息啊 还真有真获 以前我总觉得 这传闻都不靠谱 看来这次还真没恶说 也许您早就知道了 你刚才说 要跟我汇报什么 没什么事 其实我就是 我看他们都缠着您 我怕您太累了 所以我就找了个小借口 没事 那个您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事了 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你去吧 好 听声话的口气也像是真的 李总监 前两天还是必胜客呢 这这两天连辣婆婆都见了 怪不得 张夺进公司本来就挺突然的 基本上属于空降 他平时看不出来呀 两人跟没事人似的 你不懂了吧 隐婚 这叫隐婚 我跟你们说啊 这李总监这结婚这事一曝光啊 他生日的路就到此为止了 没那么严重了吧 不信咱在这儿瞧了 我和您说啊 正是到了生育的年纪 这以后又有家庭又有孩子的后顾 只有一大堆呀 你说哪个老板可提拔他呀 这干嘛呀 你干嘛呢 你干嘛呢 你太早安了 那个 妈 你可急死我了你 妈 儿子 妈现在这辈子再也看不着你了 没事没事不哭啊 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傻子 妈 怎么都看不着呢 怎么都看不着呢 还不哭了 你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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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吗 我吃了 吃了 刚才呀 别捅别给妈买的 谢谢李总监 走 妈我灵家带你吃点儿去 你等会儿 你滚在脚中间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走 别吃了妈刚吃饭去 吃啥呀 哎呀再吃点好的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我妈 别看了 别捅我啊 快走 你这孩子 哎呀 喂 彤彤啊 有好消息了吗 没有 哎呀 气死了 哎呀 这孩子 什么糊了 哎呀我的中药 总监 干嘛 总监 你出去一下呗 喂 什么事儿 出去看看 嗯 那个 吴总找你 他让你出去的 去看看去 这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能吃啊 好啊 恭喜你 没事啊 我们大家都听说了 你可真行 都说不想把事也办了 是啊 这是啊 李月彤恭喜你了 没想到啊 真没想到 神不知给不觉啊 是啊 总监太厉害了啊 真是 真是 总监 天大的行事儿 咱们得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是不是 好 好 好 恭喜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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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搞错了 你们搞错了 恭喜我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有结婚 你们这是干嘛嘛 行了 大家都静一静 李总监 你是不是误会了 因为你的工作 都市周刊向我们公开道歉了 给公司解决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挽回了公司声誉 大家也是为给你开个亲公会而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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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说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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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哥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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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来 好 谢谢 这酒不错 姐 我这大次数 你还丢了 你说给我急一点 晚上我就躺在床上 这哭一鼻子又一鼻子 你 这你说你要活垃圾地屋找不着 我还咋活呀 你看我不回来了吗 我这心里面都老不对劲了 大姨这两天不在家 我又偷着哭好有气 你上一遍去吧 你看那高堂刮刮刮刮是一只酒 大姨 你 你可那地下通道里面咋睡的呀 哎呀 睡啥地下通道啊 我哪儿工睡觉去 哎呀我这一宿啊我遇上个事 咋的了 这我一天我没回家找不着家了吗 我那溜达走 走到半夜呀我累腾了 我也没带钱 沈上我说又渴啊我还冷吗 还温 那也不行呢我蹲那桥那边啊 我都瞇了一会儿 我刚刚瞇了着不啊 哎呦我天呐我说太冷啊沈上啊 我那边一撒嘛 有撒是躺着呢 躺着呢 躺着啥来我看有个被单的 我就拽过来 我坐在漂里不整个啥 省凉吗 哎呀妈给我吓坏了 咋的 这个小子把确黑个脸呢 一把手给我手抓 可黑可还给我吓一跳还 你比她黑长的 嗯 干啥的 我哪知道我 滚劲 什么玩意儿啊 哪个那个不分的 我说你说什么玩意儿哪个不分的 啥斩的了 那那为你那片儿呀 什么玩意儿啊 我说我找不着家了 我上晚上家找不着了 我说你知道我哪住不着 那那不干嘛 你走走走 你再不再不这别别 行吧 哎呀给我吓点是咋的 咋的 应该给我吓坏了 等着我吓坏了 你还勒了什么呀 那你是碰炸盖帮的了 我跟你说那肯定是跟盖帮要饭的 那洪志功在家都得休你 你咋回来了 反正给我吓坏了 要饭的呀 我哪知道我怎么 又彤回来了 又彤啊 回来了啊 好 这啥时候啊 这老的事儿都噁着呢 医生不是一个进屋 拿我们当垃圾 当空气呢 吃啊 真是对不起 这也太巧了就是 这当时我都蒙了 哎呀 瞎得为身汗 别生气了啊 要不实在不行 明天要到公司 跟他们解释解释 不就完了吗 不用了 不用了 这样会越描越黑的 你现在 此此刻的心情我理解 其实你也不能全给我呢 你说他啥也不知道 他去了 就把这事儿抖了出来 你说 你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也是 咱现在想办法 怎么把这事儿处理好 别的就别想了 别上火行吗 你让我安静一下行吗 那你看你这状态 你这么上火我心里能舒服吗 别生气了啊 听话我求你 行了行了你出去吧 让我安静一下 出去吧你 你怎么 我没怪他你快出去 我就想安静一点 快点快点快点 怎么了 咋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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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咋的事啊 还没用啥呀 没用那男的脸的 跟单位同事插我说两句 他这人平时好想 你行了张总 不是二姨说你 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啊 眼皮都不了就过去了 这啥玩意这是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让他拿着呀 我们还跟你这咋待会儿呢 老雷 什么玩意小点声 这都啥样了 老头脾气过 让不让我们待一个 咋回事啊 这不是吗 那媳妇 从外边回来了 你说这老人都在这儿呢 眼皮都没聊 过去了 生气了 拿我们当垃圾你们就是 姐夫咱还能待吗 二姨 你还能不能让我说话了 怎么可能呢 到底咋回事 和媳妇生着气 你还跟你劝你 爸啊 这个你要相信我 能处理免费不 咱先把脚射了 我要结果 啥玩意这是 你这么这样 大地本人 行 你也不用说了 我相信他应该有这种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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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你 嘘 别吵嚣嚣 给我点面子 我求求你了 你别说话就行啊 你太过分了 你单单未惹点气 我理解你 你回到家 你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爸妈都在这儿呢 他不能不多心吗 嘘 就得意思啊 我说句话 怪我打你不 是不是打起来了 不行 不行 我打起来了 以后怎么能不这样了 别吱声啊 我也我 我也是没比我来啊 以后我做牛做话给你 补偿给你 补偿给你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不吱声了 就没事了 staan 怎么 орг十二 卫尸 你上过学里 你终于后可说 我对BI 你说你拉了个脸的 给谁看的 给谁看的 能不能承认个错 问你话呢 能不能承认错 去看我去看我成熟 错没错错没错 是不是跟你这脸的 错没错错没错 等会儿 这孩子 小多啊 这是我的眼睛啊 我告诉你啊 你爸可说了 在这儿也不行 听见没啊 开门 近别清楚 给门开一个听话 快点 给你点脸 最后一次啊 小多啊 开门 小多 这什么话 咋的这 你先出去 干嘛呀 你能不能承认点心力啊 干嘛这事啊 不归龙归龙真不行了 多不像样子 什么玩意儿 我平时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不 他成的抗打了 就这么打的头头都没哭 我告诉你啊 我今晚连屋都不回来 在外面睡 指导包 你这孩子这样的 你这一点呢跟你爸一样样的 这么气着呢 老人都在这儿呢 来 你过来 爸 给我解救完了 嗯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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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子出去了 啊 啊 不是 不随你吗 我要你叫一叫他 谁让你动手了 谁让你动手了 你说打就打呀 过来 爸你 你别打我了啊 我打了你 来 过来过来过来 你是交易赤了你 别说话 你是交易赤了你 靠边 靠边 你小型呢 你问问你妈 超过五十岁以后我打过她没 啊 起来 起来 爸你 你自己来还是我来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 行行行 打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你干的呀你自己来 爸爸爸爸 别打别打 你啥呀 你这么多跟我闹着玩呢 没打打啪啪啪的 我能听不着吗 真对不起爸 我今天过来过头子 你别别别别打她 你这事别打她 爸我们真的闹着玩的 她没打我 今天就是要怪我好吗 我公司有点事 脾气不太好 你别怪她别打她 好吧 走吧走吧 瞅你们的选出 看 你们成就我 都我消停了 别静止了 多好个人媳妇 你们这挑肥减瘦的一天 我给你们都上火了 所以你们上火了都 好 没事吧你 谢谢你啊 你这 你什么呀这是 全打我屁股 脱下来看看 我今儿个才知道 小多没有月同管她 我看整个公司 都跟月同点的花牙了 最好也是 我就没听说有这样的公司 要一个女的说的算 我也纳闷啊 你这不关咋说是吧 咱们家小多啊 那想当年也是 全县的高好状元哪 咋没有月同花大呢呀 纳闷 他们公司的事啊 咱们管不着 不过要回到家里头 必须得老爷们说的算 绝对不能破了我们老张的 组个船的规矩 你说小多 别说了 睡觉 剩下事由我来办 这个表哥要重新做一下 数据要再核对一遍 然后再加入一些新的资料 让他更有说服力 明白吗 林总监 那乘四代活动的方案 确定下来没有 哦 资料我已经交给大牛公司了 但是他们迟迟没有回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已经有十多天的时间了吧 到今天整一周了 一周的时间没有回复 你们就这么干等着 也不是 还有些其他工作也在做 我不管你们在做什么 我希望你们提高点工作效率 好不好 从前 都让我去大牛公司看一下 不用了还是我去吧 这吴总是不是吃错药了 昨天还把他当安人事的 今天又回复到以前那样 就是啊 这以前也没有过呀 太不给咱们总监面子了吧 情况不好吗 你要看我笑话吗 这个时候怎么还能说出 这样的话呢 如果时间不够我可以做 我有个原则 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然后呢 大金公司可以不和我合作 我有别的选择 金林公司也可以 是 你说的没错 听没听我的话 我担心时间不够 你多虑了 我工作了那么久 我知道怎么应付 你别这么傲慢好不好 情况并不乐观 乐观也好 乐观也好 悲观也好 我自己能搞定 说实话 你给我添的乱 已经够多的了 我怎么帮你了 没事你坐吧 好 吴总 我去过大金公司了 他们还没开始找手做 什么 你原来不是说没问题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吴总 之前是说没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做 如果强迫他们旅行合约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效果一定不会好 所以 你等一下 喂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李月彤啊 你平时工作能力一向很强呢 我也很欣赏你的自信 可是自信要过了头 又成自负了 你知不知道 这回 选择合同公司的失误 完全是因为你意义孤行的后果 你是不是家里最近的事太多了 牵涉你太多精力 但这也不能 去成为你工作失误的理由啊 吴总 您千万不要误会 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 但是你也不能听办公室的谣言 说我和张夺 我们俩根本没有什么 您可以去查 法律意义上 我绝对是单身 茶� • 0 茶坨 感谢观看